妥善处理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 是中欧各界的普遍期待 按照双方达成的原则共识 中欧技术团队围绕价格承诺解决方案 开展了密集磋商 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一定进展 目前磋商仍在进行中 中方希望双方相向而行 按照务实平衡的原则 相互照顾彼此合理关切 回应中欧各界期待 共同推动磋商取得成果